大品牌托瑞斯特的B型房车 那20万的区间价格 我们能买到一个怎样配置的B型呢 兄弟们就是这台大品牌上装的B型 15度电 200多升的水箱 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厂家给做了两个沙门 这是其中之一 这又是一个 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还有隐私门 原厂给你装的凯迪拉克CT6的气旋座椅 兄弟们气旋座椅 电子气旋 3.0T加8AT的自动挡 在平时会客的时候呢 主副驾驶一转 这里呢就是一个四人位的对卡座区间了 并且这个座椅啊 还可以前后 它是有倾斜的背靠角度的 先讲配置啊 15度电 3000逆变器 500瓦的太阳能 外加200多升的水箱 一台B型小车 生活仓的配置呢一样也不少 后面是床 上下铺两个 如果上铺不需要折叠起来 它是一个收纳空间啊 上下铺的两张床 四个座椅两张床 那红度的顶纸空调 爱背后的柴油暖风机 热水器冰箱 这些东西都有 那洗菜池 这是这可以当切菜板用的啊 独立的燃油暖风机 燃油热水器 1220的锂电池 并且的储物 储体 储物柜子都挺多 托里斯特这个牌子啊 挺好的 上方也是储物空间 后备箱一会儿 我给你打开给你看 所以嘛 再到后面是它的洗手间 和卫航是一样的啊 其实这两个厂子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塞德福特的抽拉式马桶 独立的淋浴花洒 整体感觉呢 这个车不压抑 空间划分的也挺好 前方是客厅 后面是床卧室 这里还有功能区 然后走来走去 像我这180斤大胖子啊 他也不挤 这电视机其实在房子里挺鸡肋的啊 我们可以把它忽略掉 因为没有人会看电视的 这个座椅OK100分 目前安全行驶了3万公里 2023年上牌的一台车 不仅有防纹的沙帘 它还有隐私门 挺神奇的 上方是户外的制洋棚 这里是抽拉式的柴油灶 然后迎宾踏步 底盘加装了氮气简镇啊 空气悬挂 开起来的质感很好 乘坐的舒适度也很好 二三年上牌 三万公里的准行车 嘿嘿 二十来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